每年3月是建筍产季 而产区的台九县光复路段两旁建筍摊林立 光丰农会为了消费者购买安全还有市容观瞻 今年首度在泰巴朗技术广场集中开办建筍市集 提供良好的展售景观和据点 最主要也可以统一卖价 创造消费者和农民的双赢 为了优化每年3月 台九县光复路段建筍摊展售景观以及服务品质 光丰地区农会今年度首度在马泰安部落跳舞场 开办漫游建筍去市集 并且在今天正式开幕 不仅农民欢喜进驻 有更多游客民众温香下马采购 今天才刚刚转气温转高而已 大概量产要在10天里 其实这个价格都每年都这样子 就是刚开始产量比较少 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那它产量多 它就价格就会比较降低一点 建筍市集开幕活动现场 除了烤建筍尝鲜 农会也配合建筍产季 推动食农教育闯关体验 以及食竹火锅DIY 上级农政单位长官首长 也和部落农民在地相亲一起 透过操作学习与品尝 对建筍等在地农特产有深刻的认识 农会按个赞 那以往大家都知道都是在路边沿途摆摊 那难得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一个场地 而且我相信这样子我们消费者来这边买 不管是停车方便也好 然后可以一次看到这么多摊位 这么多有特色的我们光互相的原土病的各种不同的产品 一定会买得非常非常开心 过往的时候我想说建筍每年的产季到的时候 说实在全国各地的乡亲都对于我们这边的建筍都非常的期待 希望说今年集中在一起的好处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沟通 我们的小龙可以互相沟通 然后价钱要一致 为在台九县光复断旁的建筍市集 光丰地区农会现场放置了七尺顶棚架 让部落农民进驻涉滩展售建筍以及部落农特产品 农会进一步表示提供良好的展售据点环境 也能滚动式管控建筍市场价格 创造消费者与农民的双赢 建筍产季初期受到天候不稳定的影响 产量也有限 目前市面建筍价格为每包200元左右 而全力行销推广部落建筍农特产的光丰地区农会 今年度规划五波的产销活动 从建筍参记者会 立法院行销活动 以及进驻捷安乡哈罗广场推广 到今天开幕的建筍市集 敲响了今年建筍产销的号角 最后一场的建筍产销重头戏 也就是180桌的建筍响宴 即将在3月24号在建筍产区的 泰巴朗部落祭司广场上桌 能会邀请大家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部落特有的建筍农产 记者十一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